所有人的筆法通通都是一樣 因為側入才能夠找到角度 那個線條才會漂亮 所以點的時候它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看這一點 這左點 左點在點的時候 你要這樣寫 你的筆桿是這樣子 筆桿是像這樣 穿這個角度 輕輕一點 然後往左邊用力壓 往左邊用力壓 這樣做第一步是這樣 筆已經快完成了對不對 可是還不夠飽滿 對不對 這第一步 往向左用力 側入然後向左用力 所以筆桿是這樣 然後從這邊拉 對這邊拉 它是拉這邊過的 拉這邊過的 這樣是比較明顯 拉這邊過的 好 那第二步 從這邊來 向左用力之後 提起來 鈍一下 因為你不提起來 沒辦法小一點 鈍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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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鈍 鈍 然後鈍 先提 鈍 鈍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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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一樣 你用鼻腹 整個 鈍一下 我鼻子撕開了 這也撕開了 這樣 所以它這個就會被收起來了 所以再回 最後這個再回 用鼻腹 回 幫助你製造器的地方 把它開開 開開 沒有這個 你如果說鼻腱去收 變成有威 力量會不見 要整個用筆 筆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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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力量 筆壓 筆壓力量 筆壓力量 筆壓多少你才用筆壓 筆壓力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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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尊它就會自然出去了 因為你到這邊你用整個筆要回來 它筆會慢慢再回到原來的樣子 再彈出去就好了 這是左點 右點也是一樣 剛才左點是這樣 筆桿是這樣對不對 現在的右點 筆桿是這個方向 剛才是這個方向 現在是往右前方 這是往右前方 這是往右方而已 左 它是往右方 這是往右前方 右前方在行的時候是這樣子 你看看 第一步 從這邊來輕輕的 現在是往右邊用力的 所以這裡是扁 這裡是吐出來的 這是第一步 這是向右 因為右點 向右 這樣力出來 一樣 提 再燉一下 燉完之後你看 再燉還沒力 還沒力 還沒力 這還要一件 一樣是先提好燉它 這邊都是一樣 只是方向不一樣 再最後一樣 用這個筆的壓力回 用筆的壓力整個 回來 回來之後 如果不想帶出來 回去就好了 所以這是左右點 把這個左右點去搭配 所以就是了 它所有的點就是這個一邊左邊 不是左邊就是右邊的 所以你找到筆的方向去下 一個是這樣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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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會對 那還有一個動作就是我們所謂的 挑 三點水那個挑 不是我們些水的挑 對不對 挑在斜的時候是這樣子 挑在斜的時候 它的挑的動作是這樣子 先做一個 左點的動作 可是左點的動作呢 它的角度不是這個 它是有點側的這個角度 它是有點倒的這個角度 所以你的筆桿變成要這樣子 剛才是這樣子的 因為 這樣下來的時候 筆桿是這樣子 現在 筆桿也要對筆桿 所以 這個筆桿變成從這邊來 輕輕的 往下壓 提 做一樣 收回來 然後 慢慢的 挑 只是把剛才那一小段 拉長出去而已 拉長出去而已 這樣子行 這就挑 就挑 只是這個 左點的運用而已 另外一個挑 你會發現 它是這樣子 一 兩 輕輕的下來 對 然後它把筆收得比較上面來 收得比較上面 然後從這樣子挑 有時候你會發現這邊 加到腳底的 它只把筆收得上去一點點 把筆 往上收上去一點點 用這個方向 這樣挑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變成這麼多的 比較大的 這個動作 那這兩個都對 都可以用 你就看到怎麼用 都是從點轉換過來的 從點轉換過來的 這樣 各位